第472集 进入秦皇陵 淡金色的光芒扩散的速度很快 只是一瞬间就覆盖全场 在金黄色的光芒之中 散发出了一阵阵令人口舌生惊的异香 北风也没有抵抗 任由金黄色的光芒笼罩在了身上 细细地感知身体的变化 这金黄色的血液是教廷的底蕴之一 传说来自于一头十亿天使的身上 北风浑身的气血平复下来 一阵阵温暖的光芒 沁人心脾 让人如同回到了母胎之中 只有王无忧 双眉一皱 虽然由死转生 但是身上最根本的还是死气 别的可以不待一 但是这淡金色散发着圣洁气息的光芒 却让王无忧不舒服 当然 一层灰蒙蒙的雾气 出现在王无忧的周身 直接把这金色的光芒隔绝在外 不是害怕金色的光芒对自己造成伤害 只是王无忧本能地不喜欢罢了 在淡金色的光芒笼罩在所有人之时 众人突然发觉 上方大陆传来的阵阵威压 消失不见了 之前在刚才虚无中的大陆碰撞之下 先天无辙死伤了三分之一 重伤也是一大片 但是金黄色的光芒扫过之后 只要不是当场毙命 都能够一点点地恢复过来 已经打开了一个阵法的缺口 时间只有一刻钟 快进去 灵虚大吼着 而后一群人毫不犹豫地 快速向着天空冲去 原本的阵法师 早就在刚才碰撞之时已经死去了 一群先天舞者浑身散发出了淡淡的金光 不受上方威压的压制 瞬间向着寒谷关上奔去 北风异性人随时注意着周围 周围的细密空间裂缝可不是好惹的 嘿 不可能 老夫怎么会死在这里 只是一瞬间 三位运气不好的暴丹舞者 前方出现了一条条细密的裂缝 直接轻而易举地破开了众人的护照 淡金色的光芒闪烁着 只是在细密空间裂缝之中 抵挡住了不到1%的时间 就直接破碎 如果所有人都是宁身以待 可能有那么一点点机会 付出惨重的代价逃脱 但是所有人眼中 都是看着天空的大路 忽略了周身的危险 这三个人的死 瞬间给众人敲响了一个警钟 瞬间所有人都紧张起来 虽然坐不到北风那样精神力 外放数百米 但是外放几米还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空间裂缝出现的地点太随机了 一个年迈的泰国鼓舞者前方 空间泛起了涟漪 每个人的速度都很快 虽然不是权力 但也是动用了八分 而这一道空间裂缝出现得太近 泰国鼓舞者的修炼方法残酷 是以华国的炼体一道的舞者 难度高很多 从小就开始 锤打自身的所有关节 手臂更是重中之重 不断地让骨头碎裂 然后再痊愈 毫不夸张地说 泰国鼓舞者全身上下 都是杀人兵器 而手臂更是其中的佼佼者 比之钢铁还要坚硬很多 这位泰国鼓舞者 时刻注意着四周的风吹草动 前方的空间裂缝只是雏形 只是空间泛起的涟漪 事宜根本猜测不到 接下来这道空间裂缝 会以什么样的形状 或许是只字形 或许是树立 也许是横向的 噗 泰国鼓舞者 双手抵挡住 自己头颅前方 凝神以待 一道空间裂缝瞬间出现在前方 只是一根针那么粗细 但是却让这位泰国鼓舞者的手臂 直接被切了下来 北风的双眼一缩 好恐怖的锋芒 就算是自己 也不能够保证自己可以躲过去 北风几个人 跟着王无忧前进 在这一刻 王无忧展现出来 身为神通境界的强大 一条条空间裂缝 在王无忧的周围出现 但是王无忧 却只是轻描淡写的一点 整片空间 直接像是被抚平了一般 空间裂缝消失不见 一股股的异乡 从虚无的大路之中传了出来 让所有人的精神都是一阵 天哪 那是什么 一个前方的舞者 瞬间惊呼起来 大路辽阔无比 其中一株株 迸发出了 无量光芒的果树与灵药 生长在了其中 一头头一手无声地咆哮 众人瞬间穿过虚舞 直接跨上大路之上 一股股浓郁的天地灵气 直接化为雾气 堪称恐怖 好浓郁的天地灵气 我感觉到 我的境界的松动 机缘 天大的机缘 这些灵药异果 能够让我们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真是不敢想象 全盛时期的秦皇陵 又多么的强大 如今这么浓郁的天地灵气 居然不足以支撑起 秦皇陵的正常运转了 无数人 喃喃自语 心神震动 就算是抵运深不可测的教廷 此时也是瞠目结舌 上来之人都是报单无者 人数不到两千 除了十几位倒霉的强者之外 其余人就算是重伤 但也不是没有一战之力 如此灵地 正好适合老夫突破 恰待报单初期上百年 以老夫的底蕴 完全可以突破了 谁也不知道 后方有多大的危险 先突破当前的境界 才有更大的把握活下来 一个老人的脸上 露出了笑容 这里的灵气太浓郁 足以支撑 报单无者境界的突破 北风的神色闪烁 没有先动 而是冷眼旁观 先来到这里之后 这北风浑身的气血 都开始蠢蠢欲动了起来 一行十几个人 听到老人这样说 不再犹豫 纷纷地盘膝作响 让相熟之人护法 而后开始突破 只是十来分钟的时间 众人体内 都传来一阵庞大的气势 确实积累太厚了 来到了灵气充裕的地方 不多时 就已经突破了 但没等众人稳固境界 一大团雾云 直接在众人的头顶出现 散发出了黄黄天威 北风等人毫不犹豫 抽身而退 一群人 如同是背后 有狗在追着一半 十几道水缸粗细的 雷霆闪烁 而后化作了一头雷胶 向天空扑下 下方为众人护法之人 看到这一幕 瞬间 就有五人抽身离去 神色恐怖 其余人则是迟疑了一下 而后恐怖的雷霆开始出现 直接一击之下 泯灭方圆百丈 不是炸的土石四分五裂 而是直接把方圆百丈 直接抹去 耀眼的光芒之中 只传了一声 不甘心的怒吼 而后一切归于平静 看来在这里突破不被允许 除非离开地球 不然我等终生没有寸进 一个人喃喃自语着 所有人都是心头沉重 静静地看着前方消失不见 下方还有着一层 赤红色岩浆的大坑 感谢观看